继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主动词第二个部分 这里有几项重点,容易出错的 第一个,要跟您同学的是 喜欢A而不喜欢B 或者是,叫喜欢A,宁愿A而不愿B 我们都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方式 那prefer to,如果是分开写的,中间这个是接名词 那就知道这个to是介细词to 第二个,prefer to,如果是连起来写 那这个to就变成不定词to,要加动词原型 所以这个prefer to跟would rather 这个可以配起来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语的写法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个 喜欢A而不喜欢B 好,这边是宁愿A也不愿意B 第一个,I preferBungie Jumping Bungie Jumping就是高空盘跳 站在很高的地方,桥的上面,有没有 往下跳 然后用那个有个弹性的绳索,又再吊上去 哇,这个非常可怕 那叫Bungie Jumping 我比较喜欢高空盘跳,很刺激 It's so exciting 好,我不喜欢Scoop Diving Scoop Diving就是浮血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Head Builder也是同学容易出错的 好,我是已经写在这个地方 同学可能会犯错的地方 第一个是prefer to加了ing 这是受什么影响,受到这个影响 prefer to分开写 好,这要加名词或ing 但连起来写要加动词 好,这个就是混淆了,犯的错误 第二个,Head Builder 这是一个固定的写法 同学会认为说 老师,这个是过去最好 那现在最好就要用Head Builder 虽然是用Head Builder 没有,这个都错了 Head Builder它是一个固定的表达方式 它没有分现在跟过去 只能用Head Builder 所以这个都是出错的地方 好,我们现在来看 If you want to buy a house 如果你想要买一间房子 好,You have a better 你最好要怎样 所以不要用Head Builder,不可以 You have a better live an economic life economic是很节俭的 很节省的生活 那你就最好过一个很节俭的生活 因为这个房子cost a lot of money 非常的贵 好了,economic是节俭的生活 那如果是讲说经济 我们会问Economic 这个就是经济 不一样,这是节俭的生活 这个是经济 OK,经济上的 看第二个例子 to be in time for in time for是一个固定的表达 是说即时的赶上 那要即时赶上飞机 我们最好go to bed early 我们就要早一点去救起 早一点去睡觉 这都是固定的学法 好吧,in time for也不错 即时赶上 那准时呢 我准时到 10点一到 刚刚好 10点开会 我10点到 准时到达 我们会用 on time for 这样子 那即时就是 10点开会 我 9点58分 57分 59分 我到了 我提早 时间 那我们就可以用 in time for 刚好 刚好就用on time 再来看下面的 下面这个就是 我宁愿怎样 也不愿怎样 我们常常用 would rather 动词 than 动词 要不然就 prefer to 动词 other than 动词 这两组 那么可以记起来 因为写作上 很好用 看例子 it's cold 天气好冷 我宁愿留在家 而不要出去 换另外一个学法 i prefer to stay home whether than go out 记住 后面要加原型动词 这个很好用 prefer to whether than 继续 我们来看 综合翻译 第一题 坦白说 这是固定的表达 frankly speaking 好 这个好用 那一般说来呢 我们也可以用 generally 好 speaking 这些都固定的 不会难 放在句首 后面就接 句子就可以了 这叫generally speaking 好 坦白说 就用 frankly speaking 我宁愿 而不愿 我们已经看到句型了 好 宁愿而不愿 把句型套下去吧 i prefer to 打工赚你用钱 这个打工 我们为了赚什么钱 那这两件事情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要用这样 i prefer to work part time 这个就是打工 干嘛 去赚零用钱 表目的 to to是表目的的 to earn 我的零用钱 那么 父母亲给你的零用钱 叫allowance 你自己赚的零用钱 我们会用pocket money 钱包单已经出来了 i prefer to 我宁愿这样子 确实这样 尤其是穷困的家庭 那后面就是用raiser than raiser than 而不愿 而不愿怎样 依赖我的父母 给我零用钱 好后面要写的就是 依赖 依赖英文 是用depend on 所以呢 whether than 后面 我们要加的 啊 这个怎么 连不过去 好来 depend on my parents 就是 我 宁愿a 而不愿 依赖我的双亲 应该我的双亲 给我什么 for 好 my 或者是for allowance 不要这样卖了 ok 这个就是 第一题的反应 宁愿而不愿很棒的一个句型 我们再看第二题 透过打工 就是 连起来的 好 连起来的 连贯式的 透过打工 buy 透过就是buy 那么 还有一个透过 我们常常会用for 但是呢 for呢 后面是接 名词的 我们可以用for part time work 好 part time work 或者是job 透过这个打工的工作 我们 我们 就会用for 后面接名词 那 用by 后面常常会接动名词 所以这两个也是容易疏忽 by working part time 我可以学习独立 I can learn to be 独立 英文就是用independent 这是第一个 这是形容词 dependent的是依赖 加一个in 就否定了 independent就是不依赖 这是形容词 配逼动词 I can learn to be independent 好 第一个 学习独立 第二个 减轻家人的负担 这个家人应该是父母亲 这个负担应该是 什么经济上的负担 所以像这个 我们 写完整 就会加到一些字词 上去 那么 中文也会很精简 我们在写翻译的时候 或者是写作文的时候 英文要很详细 所以常常会 添加一些字词 英文会添加一些字词 当然太多说的时候 我们就会 剪掉删掉一些字词 好 我们现在要添加了 那么and 好 连接词可以 and 可以减轻 can 前面有了 减轻就是缓和 我们可以用release 就是缓和降低 the economical 这是经济的负担 burden 这是经济的负担 谁的经济负担呢 of my parents 这个家人应该就是指父母 应该就是指父母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透过一些字词的添加 让内容更加的完整 那第二个老师要稍微提醒的就是 学习独立自主这是一件事情 减轻家人负担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内容基本上是分开的 所以如果是分开的 我们and 连接词呢 前面最好是 多点 多点给它分开 那这样会比较好 如果内容是连续下去的 那就可以不用多点 直接就and 就借过去了 那这是分开的内容 还是用多点分开 比较好 好 下面第三个 没有打工的经验 我们就是without the experience 后面打工 那么要不要再写 不要写吧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会删减一些内容 因为这个内容是连贯式的 打工已经讲过了 后面就不要再讲了 就直接就without the experience 没有这个经验 人家就知道是打工的经验 这个就叫删减内容 精简内容 这个上面是补充内容 ok 这样子就了解了 我绝对无法 I can't by no means 绝对没办法 I can't by no means by no means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片语 好 I can't by no means 这是肯定 加一个no 就变否定的 Can't by no means 就是绝对没办法的意思 体会出来 realize 很简单 很简单 Money is hard to earn 金钱是很难赚的 好了 ok 这个是主动词第二组 一些常用的 而且常犯的错误 去行分析